惊喜不断 27岁朱婷回归赛场时间确认 中国女排感到很激动 蔡斌欣慰了 嗨大家好 这里是大梦聊球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了 北京时间的10月4号 要说最近 我们大家就是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 到底是什么 肯定就是中国女排的市井赛 还有就是我们的冠军选手朱婷了 因为就是朱婷在东京奥运会之后 就是因为伤势的原因 无法回归到女排进行一些比赛 还有那些锻炼 因为在那个时候 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中国女排已经算得上市散架了 朗平退休 而且朱婷还有张长宁 这两大主力也是纷纷的 就是退出了一些比赛 所以说对于很多球迷来讲 表示挺遗憾的 我们中国女排辉煌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蔡斌上任之后 到了中国女排新的主帅 也是进去的那些比赛 目前来看 有很多的球迷表示非常的失望 但是这一次的比赛 对于蔡斌来讲也算是一个考验 说句难听的 这不是不相信我们中国女排的那些实力 因为在比赛开始之前 很多球迷或者是 就是个人吧 都是非常不看好中国女排的 因为女排在14人大名单当中 确实出现了很大的一些漏洞 很多的那些bug 但是确实被打脸了 因为中国女排本次赤锦赛 已经打完了 本场比赛除了最后输给了巴西之外 别的四场比赛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看完比赛之后 就是感觉非常的激动 甚至连日本女排都是被我们横扫的 而且目前可是 朱婷和张长宁两大主力不在的情况当中 如果说这两大主力回来的话 对于女排来讲 也是那些能力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 重新打出来我们中国女排的一些统治力 重新成为外协当中的一个神秘之师了 当然了我们本期节目呢 主要还是聊的就是有关于呢 朱婷的一些问题 因为朱婷呢 纵所周知 在手术进行完之后呢 10月份到11月份呢 正式回归 进入到赛场当中 但是回归呢 不是我们中国女排 而是回归的一甲联盟 因为朱婷呢 是100W欧元的签约的一甲联盟 就是那边的俱乐部 其实呢 朱婷会10月份的比赛呢 就是正式亮相 因为呢 在斯坎迪奇那边 就是一甲联盟的比赛呢 会在10月份正式开赛 而我们又可以看到 就是朱婷呢 在赛场当中的一些比赛了 其实很多呢 喜欢朱婷的球迷们呀 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 也算是没有遗憾了 还可以看到呢 朱婷在 就是手术做完之后呀 能够参加一些比赛 而且呢 觉得他已经恢复健康了 因为在5月份做完的手术 今年呢 已经到了10月份 已经养了整整 有5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说呢 对于目前来看 朱婷呢 只要说回归赛场 那么就意味着呢 朱婷在下 下半年的一些比赛呢 可能就是会正式回归中国女排 至于呢 张长宁吧 去年的11月份做完手术 今年已经有了 一年时间了 但是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就是他想要回归女排的一些消息 但是呢 无伤大呀 只要说呢 朱婷回来 中国女排呢 还是一流强队 为什么会这么确定 朱婷会回归比赛呢 因为目前来看 一家联盟那边的就是 斯坎迪奇俱乐部呢 已经正式官宣比赛的一些赛场 还有名单了 而对于我们的主攻手呢 就是位置只有呢 朱婷两个字 其实呢 证明了很多的 我们曾经的骄傲 我们中国女排呢 真正的就是顶级主攻手朱婷呢 就是要回归了 对此呢 其实朗婷还是没有看错他 因为朱婷呢 才是朗婷的真正的爱徒 也是朗婷呢 一手一手的培养起来的 朱婷呢 也是伤势恢复之后 直接选择呢 回归中国女排 而不是选择呢 接广告 就是捞金 所以说对于朱婷回归之后呀 朗婷还有就是蔡冰呀 以及那些就是我们球迷们 也是表现的非常的激动 如果说呢 朱婷能够回归呀 真的就是可以让我们呢 重回巅峰了 是不是 大家对于本期视频 是怎么看待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 说上你自己的想法 世界之大呢 无奇不有 每件事情的结果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预料不到的 但是在最后呢 真心祝愿屏幕前的 各位都能够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永远幸福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